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到了這個科學會的時間 今天這個問題其實都相當的負挑戰性 因為我自己也有去屍聶過 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讀語言學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疑問就是 語言和意識之間的關係 但是意識這個研究 其實在心理學上面都是相當困難的 究竟是什麼呢? 但是你又不可以說人沒有這件事 我們有很強的就是 我是我這種意識 但是如果你落到生物學的層面就是 在我們的腦裏裡面哪一塊是意識呢? 其實這個是沒有解答的 你直接連這樣 要怎麼去問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要想得很清楚 那為什麼放在科學會議那裡說呢? 其實就和台長現在展示出來的一個報導有關 其實就在六月尾的時候 就在小弟的母校紐約大學就開了一個關於意識研究 就是神經科學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學術會議這樣 我自己都嘗試在徵詢 在行內做研究的人的意見就是這個會議有多大呢? 但是我自己看就是他有一些很重要的人物 還有一些比較在新聞上好像有多汁的一些消息就拿出來給別人去報導一下 那現在畫面上面看到就是一位比較喜歡由哲學層面去研究人的意識的一位學者 就是David Chalmer 另外一位呢 穿得花這裏那位呢 他都不年輕的了 就是小弟都覺得他非常之厲害的 一位由物理學家出身去做意識研究的Christophe Koch 可能我都要再查一下 他應該是和Francis Crick 就是有份研究DNA 就是那位學者本身在學術上都有很大的關聯 應該都是 那Christophe Koch 在25年前 當時還在加州理工那裡做著助理教授 就已經是開始去投身去做這個關於意識的研究 那今時今日呢 就是為什麼要提到25年前呢 就是因為在今次這個學術會議裡 其實總結了他們25年前這兩位學者之間的一場輸導 那當時他們輸導了什麼呢 就是說 就是由Christophe Koch 提出的 就是說 25年後 就是2023年 基本上我們憑著我們一直現有和發展的新科技新手段 就可以將人類的意識問題 完全由一個物理學的方法去解釋清楚了 就是說沒有什麼特別的 只不過是一些物理訊號化學過程 只要我們將裡面的那些老神經元 每一個的部分 怎樣去分工 他們怎樣去接駁 搞清楚了 所以最後我們就知道那個意識的來源在哪裡 是否換句話 就是我們佈置到那個意識在身體的腦 或者是在這個腦裡面 是的 哪一部分 或者用什麼形式存在 那麼我們就照計2023年我們就有答案了 那麼到了今時今日呢 大家就知道了 有沒有答案呢 有沒有一個很確切的答案呢 就沒有的 那麼所以大家都知道這場這樣的輸導呢 就是Christophe Koch 他就故意去配合演出認輸 其實就是這樣說 贏的人也都不覺得自己真的贏了那些什麼 輸的人也都不會認為自己輸了 而其實兩個大家在一個學術目標都是希望了解 意識最終的那個起源在哪裡 但是據我所知 Derek Chalmers說是永遠沒有可能研究到意識 嗯 他自己也都是在這些中心裡面自己去擔當一些研究的 他也都是有份去留意 去建立實驗 去嘗試去否證一些的理論的 這樣就這麼說 如果他純粹 David Chalmers純粹是一個堅持是沒有可能做到這個研究的人呢 那麼他是不是應該什麼都不做呢 如果什麼都不做 今天他會不會被人家這樣放上桌子裡 都還是覺得這麼厲害呢 就不是的 因為大家都在頂持著一個科學的方法 去嘗試去把科學的理論靜偽 就是說David Chalmers他不是坐在那裡說 叫你的人不要做了 沒有可能他了解到的 就不是的 他繼續去想起實驗 然後去嘗試這個實驗 會不會證明到他自己說的東西是對的 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科學就是一種正義的一種方法來的 其實很有趣的 在這個報道裡面也都說到 無論是Koch他自己 或是David Chalmers自己 都幾乎忘記了這場書 是由當時在25年前的一個在現場出現的記者 他記得有這句對話 於是乎就故意在這個會議之前找回雙方 你記不記得說他有什麼東西 這次不如借著這件事來又解僱一下這些話題 的確就是David Chalmers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是沒錯 我們今時今日這一刻 沒有在2023年運用到科學方法去完全解構意識的問題 但是他也會認為其實在這25年來 是大家有進展的 是獲得到一些新的結果的 而David Chalmers 當然也跟他的想法一樣 我們on the way 今時今日可能你再問我 我可能再說25年後 2048年 那就差不多了 應該不會多 David Chalmers 說錯了 Christoph Koch也是一個很喜歡說笑的人 他就會說不會超過多25年 因為超過多25年我都看不到的 他不是太想承認失敗 不過輸到只不過是一瓶葡萄牙酒 我估計應該是喝酒來的 他就跟著說我去加鑽馬 他覺得現在2023年再加25年 就是2048年就有可能的 是現實的realistic這個說話 不過他就不可能等25年 就是以他自己的理論 但是其實這個問題 我想到今年都幾副爭議 因為大家知道最近這個人工智能的發展 是一十千里 甚至開始講到這個人工意識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大家不再bring up這個人工智能的問題 去看這個意識的題目呢? 我想他不是沒有講的 只不過這個學術 通常如果你這麼大的學術會議 一定有人去講這些話 只不過我們沒有真的走進去了解 裡面還有發生什麼事 但是呢 又要提一提 我們譬如這班學者 憑什麼這麼有信心 他們知道自己一定會知道這麼多 如果看1998年到發生的事 就是說 當時我們是除了那些什麼老電圖 一些很傳統的方法 就是將整個頭 剃光了 黏很多電極的那些方法之外 那個MRI 就是那些核磁共振 還有那種叫FMRI 就是都是一種核磁共振 但是集中追蹤著那些血管裡面的那些血液運動 這種追蹤腦活動的技術呢 就成熟 那又的而且確呢 我們其實就算不講他們的研究 我們自己科學生枝 都有去追蹤就是 其實光是憑著FMRI的技術 我們已經認到裡面的老部 有幾百個功能區 我們變變了出來 就是你看到那個精準程度是越來越高的 甚至乎呢 這裏又要講到他們那個理論上的發展是怎樣 台長開頭都問的就是 究竟腦裡面哪個部分主宰意識 這個就是其中一種理論 他就是這樣想的 他們就要認為 這個比較就是Christophe Koch 他自己都傾向多一點點的 就是腦裡面 照計應該有一個特別的部分 是專門主宰著那個的意識 那好了 如果真的好像你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照計會 是由那個腦部活動 很看到那個部分 作為一個司令的那個角色 就在那裡了 就是這些東西收法 或者怎樣去order其他去比方 你可以用電腦的比喻 這個CPU 這個就是電腦 這個是晶片 是的 你可不可以最後辨別到 原來那個就是CPU呢 行不行呢 如果在電腦的情況裡很簡單 一部電腦你不知道裡面的結構 你要辨別信號來源是哪 你是會有方法知道的 如果我給一個儀器 你的儀器就是告訴你 那個信號是怎樣走的 你由信號的走向你就知道 誰是司令官 是不是 那就是很粗淺的想法就是這樣 但是到實際真的做的時候 就有很多技術問題 但是他們有做這些實驗 最後的實驗結果 是不是證實到這個理論呢 最慘的是證實不曬 證實不乾淨 另外一方面就是怎樣呢 就是也都有人去主張說不是的 其實是裡面的信號 好像踢球那樣 你踢去一邊 我踢去一邊 踢來踢去 就分佈在一個腦那裡的 整個神經系統就不能再分 再細分哪個部份是主宰意識 不能夠的 就是完全是比較平均分佈在各個部份的 然後透過這些各個部份的來來回回 就形成了一個意識這樣 那這種理論又證不證實到呢 其實就是在這段日子裡面 最難的一個地方就是 你怎樣去建構一個實驗 去幫你證實哪個理論是對 哪個理論是錯呢 在他們這個學術會議那裡 就提出了很多就是基於這些FMRI 去追蹤腦部信號的好幾堆這樣的實驗 來去否證一下 證實一下究竟腦裡面那堆形成意識的信號 就是那堆這樣的特徵 它是怎樣走來走去的呢 怎樣走的呢 那現在是沒有定論的在這裡 就是我會講得不負責任一點 其實在它這篇自然文 就是自然期刊的專題報道 它都講類似的東西的 就是說 現在是兩邊都好像有些是對的 但是兩邊都不適合 再仔細一點一點說 就是譬如好像Christophe Koch 他們的研究小組之外 也都有其他研究小組 也都曾經去比較花資源去研究過 那個比較老的前部分的皮層 它的活動會不會就是形成意識的來源呢 但是後來發覺不止 還有一個是靠老部後面的皮層 原來都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那究竟那個角色分工是怎樣呢 他們裡面提到的實驗的詳情 我這裡沒有跟進到 但是就是由實驗裡面的特徵 就是沒有辦法完全證實到這個模型是對的 而同樣在另外一邊的那個理論裡面 認為這些意識在裡面的老訊號裡面 周圍的地方傳來傳去 你不能說哪一處是主要的司令機構的 也都是在實驗上面遭遇到這些問題 就是對於整個老部那個的 怎樣形成意識的運作呢 現在還是沒有一種 就是沒有一個很結論性的理論去形成 但是大家有信心就是說工具是有的 而且那個精確度 是一個高精確度的工具 也都是越來越有的 這個就是大家對未來信心的來源就是在這裡 但是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去看這件事 比如現在人工智能AI 它走到多遠之後它會有意識呢 還是它走到最遠最遠更加計算能力 它都永遠沒有意識 其實可以用這個角度去看人的意識的問題 可以這麼說的 但是這裡又有另一個問題 如果我是想知道人的意識的起源 你可以問一件事就是說 意識這件事的起源 是不是一定要用人腦形式去表現出來 可以未必是的 可以未必是的 是不是 我們其中有一個預備了一個題目 沒有時間講的 動物會有情緒 會不會都有它的情緒起伏在這裡 都有喜怒哀樂在這裡 如果動物 甚至昆蟲都在說 昆蟲都有喜怒哀樂的時候 就算我們了解到一個昆蟲的模型 它距離我們人腦的模型又差多遠呢 我們很努力用電腦程式 用電腦的元件去砌一個意識模型出來 這個意識模型 是不是就代表人腦的模型 可以做一個舉例 現在開始人工智能了 你跟他說 你繼續在這裏搏我嘴 或者你繼續說些什麼東西 我斷了你電源 有人會不會說我害怕呢 如果他說他害怕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的反應呢 就是因為輸入了很多這樣的資訊 所以他講這個話 還是他真是害怕呢 就是你慢慢會逼近這個問題 起碼就 這種還是一種很傳統的 就是外面看black box的方法 我想尤其是他們這班 在做學術會議 就是這班學者 已經走了去一個的距離 就是說 不是純粹再由一個人民的角度去看這件事的了 就是很有趣的 我在以往做其他節目的時候 認識了一位 又是香港人的 這方面的意識的專家 我其實想在這次節目前聯絡回到他 因為我很想知道他有沒有去這個會議 因為他跟Christophe Koch 在學術上有很多話題 那我曾經問過一個問題就是 你認為最後的意識是 就是了解意識這件事 是要用一個什麼手段去解決呢 他很快就回答我 一定都是在說用這些儀器的東西去解決 你如果純粹就像台長你這樣問 我去恐嚇電腦他會不會害怕 那你可以再問了 害怕這件事 在神經系統上的表現應該是怎樣的 他口說說害怕 他是不是真的害怕 他口說害怕可能是一個不可靠的證據來的 真真正正的怕是要體現於他 他就算沒有語言能力 沒有表達能力 我可以在他由神經反映的層面上 又去電腦層面上的反映 看到他這件事就為是害怕 在人裡面就是腎上腺 是的 內分泌 但是在內分泌之前 會不會有一種意識信號去刺激這種腎上腺呢 那這件事其實就是 我們想是要由機 就是由這個儀器找到 就是最後這個意識的問題 我可以說就是 已經是整個學術的主流 可以說是非常之高度的數字化 和科學化 和這個在物理化學生物的層面上去看這個問題 就是變了就是說 你連David Chalmers 原先想是由一個很哲學的角度去想這個問題 最後你不讓人拔下水去做科學 就沒有人理你了 沒有人參與你玩的了 就會這樣 以前大家哲學家是純粹是 就是我又不想說粗口 但是用粗口才可以形容到這句話 大家都在說 是嗎 哲學就是這樣 但是結論我想說就是 科學有三個大問題 宇宙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意識的起源 那三個問題其實我們都是在迫著那個答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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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發覺原來我們科學生資很不小心 都喜歡和這三個大問題有關的 所有的問題你離不開三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一直去尋根究底的話 但是既然是三個大的問題 那怎麼可能在這麼短時間 25年之內你就會得到答案呢 是吧 所以大家仍然要努力 但是我絕對相信 就是人工智能再發展下去 我們是面臨一個十條路口 就是機器有一天會不會有意識 如果機器有 就是代表我們用碳水化合物 去組成的這個人體 是沒有那個必要的 可以是 可以是正經 但是在此以前就是那個問題 我們有沒有 或者有沒有辦法 去透過建立一個人工智能的模型 來幫我們了解 實際上人的意識是怎麼運作呢 那25年前我們想像不到 今天我們有一個叫connectum project 就是嘗試去了解一下 我們人裡面人腦裡面那十億個神經元 互相之間是怎麼接駁 就是這件事在25年前想像不到的 但是今時今日我們近了 已經很近了 對於一些比較 老暴結構簡單的生物 我們將他們的connection 就是找了出來 記錄了下來 那到人呢 就似乎就是 也都越來越接近這個答案 那真是不知道 究竟多少年後 才有一個很決定性的結果呢 那究竟會不會在 這次這個學術會議 兩位當事人都還沒去退休前 就已經可以有個答案呢 那這個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 我可以跟你打倒的 在科學生還沒倒閉之前 我們是會知道這個答案的 好啦我們又輸一瓶葡萄牙酒 我也知道的 不是啊 葡萄牙酒不便宜啊 大哥 一層樓啊 什麼啊 葡萄牙酒不知多少 有些便宜得好喝的東西 哈哈哈哈 一言為定 是啊 先說明 是啊 那我就認為在科學生之倒閉之前 是我們找到答案的 好 沒問題 那你就應該是對家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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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兩個都忘記了的時候 麻煩觀眾提醒我們 是啊 沒錯 好啦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禮拜 拜拜 好拜拜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